革命的一群感 她跟她太太 她當了小孩 其實我們她都已經感受了 她住院其實也是我們台灣農業陣線 趕快把她送到醫院 就是台北星光醫院 住在市裏 她應該知道 她住院的時間 我去看過她 我才知道精神病房長得怎麼樣 精神病房其實就像監獄一樣 她在關在裡面 房子拆的時候她還在新光醫院 她住院其實是我開車送她回家的 她其實這個人很像老實 非常好的一個人 非常老實 就好像很普通我們鄰居的一個老好 話其實也不多 她今年六月才從新竹縣衛生局退市 那我送她回家的時候 她特別邀我 在竹北交流到家下來一下 因為她回家 回去看她的老同事 她的衛生局辦公室 其實就在縣政府版本店 其實她做人很好 所以我帶她回去 哇 一進去 這個一樓二樓 全部大家全部出來 她全部抱著她 那她哭上一段 那她主要回去就跟她 要讓她的老同事知道她已經好了 她已經好了 這個後來 再回家 那再回家路上不斷地跟她安慰 現在一定要看著看 不過她一直在問問題 那張先生我找了什麼 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她們家所有六瓶 一三四位正少 就是她的一瓶 就是我們台灣人中陣線 有很多年輕朋友 我們很多年輕朋友 有很多義務幫忙 我們很多的藝術方面的人才 比如說 我們畫了一個這麼大的牌 掛在牆角 這一邊就是我所謂的 剛剛跟各位講的人賴路 這一邊就是所謂的公益路 他們剛好現在一個小腳 好 我們特別寫上 既然是家 就讓她圓滿 好不好 那很不信 這就是張森文張大哥 當寫的今年六十歲 他看起來像唐秀春 充滿了笑容 簽證的照片 那這次他受邀去參加 彎寶的西瓜姐 每年六月叫彎寶 我們協助的個案也有成功的 幾個個案最成功的就是彎寶 就在我們北二高 那個大山交流道 一下去不到十分鐘就可以到 那就是彎寶 每年六月的西瓜姐 他去參加 那也是做完的笑容 那你看情況慢慢改變 他平常本來都不大願意站出來 這是在立寶院公廷記者會 拿出了當初的新聞的報導 也就是8月17號 我們所得到的一個結論 原屋原地寶 這是另外的三戶 其他三戶 這個是朱炳坤 就是朱阿嬤的兒子 好不好 朱阿嬤不是何榮要自殺嗎 這是柯生福 還有他的小孩 他們家已經被拆了 因為他們家是共有 另外一半另外一邊不願意 而且兩邊處得很不好 所以到這裏沒有辦法 這個是黃吾記 他的小孩 那黃吾記呢 八十多歲 他們家就是淋了公益路 然後農地也蠻大的 現在緩農地呢 你看這似乎都是在公益路上面 為什麼都在公益路上面 因為公益路上面 那個忙那麼大 啊 地加貴啊 最主要就是要搶 不好意思 最主要就是要搶柯家的地 還要搶皇家的地 相對於地點都比較好 那現在事情還沒完全解決 皇家的地呢 其實被拆了 這個圍禮被拆了 那個方子被拆了 但是苗栗先生 目前還在觀望 這個是自救會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成員 叫做月秀堂月老師 這是我們在立法院的記者會 你看呢 你看他的表現 越來越不一樣 越來越不一樣 那今年七月一號二號 我們在行政院 其實我們兩個一起 被拆了警備車 他在被拆了警備車 你可以看 如兵坤 柯家 黃秀春 這是黃無忌的女兒 你可以看他的那個情緒 我剛剛跟各位講 他是他媽媽日本人 從小的教育 是跟這個是不大相同 所以他一直壓抑一直壓抑 但是後來沒有辦法 他第一次痛哭啊 第一次痛哭 如果你可以看 我剛剛第一章就四個計畫 你可以想像得到 大概都會在哪邊抗爭 在營建署 獨立計畫 區域計畫 營建署 環保在哪邊抗爭 在中華路環保所 我們土地徵收 我們很少到內政部去抗爭 只有大家內政部 我們大部分都很希望在 都市計畫 街上看如果把它擋下來 我們很少到哪邊去抗爭 我們根本 大家不知道經建會 是背後很重要的一隻黑手 我們把經建會保護得很好 我們把經建會保護得非常好 我們把都市計畫 區域計畫推出去 我們把環保護推出去 但真正在背後的那隻大黑手 其實是經建會 你可以看他的表現不太一樣 這個後來在他家前面 他問我什麼問題呢 他問我什麼問題呢 他問我說 他問我說 對 他問我說 他問我說 我怕你也會 他問我說 他問我說 啊 嗯 把握出来 不好意思 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剪 就把时间开放给大家好不好 大家好 大家都有同理心 然后